在河北星台土同一个村子 是自古帝王地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不愿意从这里路过 被称作溃龙之地 赵武林王和齐子皇 都是在这里所去世 前面不见得土鳩 就是沙丘遗址 有河北的威宝碑 在2000年前 它就是沙丘宫 宫殿损坏之后留下了土台 现在这土台比以前的面积是小了很多 当时的宫殿非常宏伟 现在看这个土台不泣 它是历史悠久 相传的 商传王的九十肉林就设在这里 在这里是尽情的玩乐 为商传灭亡埋下了伏笔 战王时期 雄才伟乐的赵武林王 在这里是被活活饿死 他呼呼气色 壮大了赵伯 但是老年昏溃 费掌利诱 将对的王位传给了幼子赵和 自己做了祖父 但是看到废太子赵张 又于心不忍 含情默默 导致废太子和赵和 整多王位互相厮杀 废太子赵张兵败 就逃进了赵武林王所在的宫殿 赵和的部将是将这里是重兵围困 并且杀死了赵张 围困祖父所在宫殿书大罪 这决定是围围困到底 将这里是围困三个月 赵王赵和也怨恨父亲包庇胸脏的毛乱 说他并没有制止这种行为 赵武林王饿得掏鸟窝吃 就是活活饿死 一代熊主享年45岁在这里离世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沙丘政变 我们讲过了赵武林王 再来聊聊 齐子皇和这里的故事 齐子皇统一六国之后 开始巡游天下 第五次巡游也是最后一次 到了山东拼园县 开始病重 来到沙丘身体已经是不行 据说开始立下遗嘱 让扶苏回来继位 赵高和李氏 篡谈了遗嘱 并且赤死公子扶苏和蒙田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 齐子皇已经驾崩 在齐子皇坐驾四周 是放了很多的鱼 用鱼的腥臭味 来掩盖尸体的沙臭 这也是沙丘政变 赵武林王的沙丘政变是乱人不损 国力尚在 然齐子皇之后 被胡汉闹得是亡了锅 说这里是帝王的陨落之地 困隆之所 后来君主是不愿再到这里来居住 新的庞大壮观的沙丘宫 拙见荒废成了土台 反倒成了文人雅客平调的地方 这里的村子它就叫大平台 周围的村子还有后平台 前平台